过年了回家看看老人 我也相信咱们今天这个内容 能够帮你增加一些处理 这种婆媳矛盾的一些策略 大部分的婆媳关系的冲突 其实都是老公立场的问题 从心理学的角度 其实婆婆是不愿意 让另外一个女人带走她儿子的 所以她在这段关系里边 她要拼命地去支配潜意识 拼命地跟她儿子要有共生关系 那就会不断地去攻击她的儿媳妇 那你知道儿媳妇的生活习惯 个人喜好 那肯定跟婆婆是不一致的 而媳妇也不愿意跟婆婆 在一块长时间的共处 所以说婆媳关系的冲突就会发生 那么第一个 它有来自于潜意识里边的这种占有 就是妈妈对儿子的占有 包括媳妇对老公的占有 这就是潜意识里边的一个斗争 那么第二是来自于老公 儿子他其实是没有立场的 你看很多时候 这个男人他既不愿意得罪他妈 也不愿意得罪他媳妇 他老是活稀泥 这个稀泥越活 他们之间的这种隔阂和冲突 其实就越深 可能见着媳妇 就说媳妇爱听的话 见着妈就说妈爱听的话 或者是表面上在维护媳妇的利益 骨子里边却维护着自己的原生家庭 婆媳关系 我告诉你就会出现很大的 这种裂痕和冲突的 怎么去处理这样的婆媳关系呢 良好的沟通 和老公所占的这个立场 是非常重要的 怎么沟通啊 叫做提前沟通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留到最后再解释 开门见山的就跟媳妇说 啊我们过年要回家了 我妈可能她有唠叨 有支配 有完美主义 有控制欲 对吧 我们过年这几天 怎么去面对我妈的这么一个行为呢 你告诉我 我也好做 你也不难受 所以作为老公 去请教你的媳妇 让她告诉你怎么做 这就反而把这件事 搞得非常的融洽了 那么第二个呢 就作为老公啊 跟你老妈也去商量一下 你跟妈妈说我回来过年 然后你这个儿媳妇啊 可能是在城市长大的 对吧 有点娇生惯雅 做事啊 可能做不到您心里去 老妈您看我们回去以后啊 如果这些发生 你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可能这个时候你妈就会巴拉巴拉的 站在你的角度去维护这样一段关系了 这个在心理学里边有一个技术 叫做什么 叫做提前脱明 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说的这几个方法 对大家来说有没有支持啊 这都是心理学的一些策略 一些技术 也希望大家今天的春节 都能够融洽幸福快乐